大家好我是Honda 欢迎收听原始物语第98集 预计上架日期是2023年的4月18号 原始物语是热心台湾球迷象的非官方Podcast 没集我们所聊到的主题还有时间走 多会 不是都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好了那这一集应该说上周啊 其实中子有蛮多事情的 那跟我们对发生的事情也就蛮多的 所以我在整理这个大杠的时候 想说我这集到底要录多久 不过还是很快过一下 就是有两则上周跟我们对 跟我们的电台没有关系 不过我觉得是可以很快速带一下事情 那其实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同一天 那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 同一师对忠信兄弟的比赛 神拳呢 跟宋承睿之间的这个碰撞 然后呢 神拳呢 就踩手手 踩到宋承睿的手 当然这个就引起了蛮多的讨论嘛 那可能网路上又炒成了一团 然后有各式各样各种立场 各种角度的说法 那比如说像台南Josh他就 Care的其实是联盟的 规章补述到底有没有完整的公告 然后呢 有些人会讲说 到底神拳是不是故意啦 然后有些人会讨论说 威助这样的行为对不对啦 那我这边的想法 我们不做太多评论 不过我再讲一些事情 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 2021年下半季的时候 其实宋承睿有一次 三壘的跑壘 去撞到我们家补卫的炎红军 那次撞的蛮大力的 那宋承睿这一次 在一壘回壘的这个跑位 其实在抱着腿方长友那边 他有针对一壘跑者 在一二壘之间应该要站哪里 他有一个说明 所以对比之前去撞我们家的 阳红军 然后对比他这一次的跑位 神拳该不该在那边 然后威助的抗议适不适当 我们这个都先不讲 那我只是想说 宋承睿的跑壘技巧 就再加油吧 那或者是你就当做我的偏见 没有关系 不过那一天呢 我觉得比较 我比较喜欢的新闻就是 慈媚铁粉刘俊豪 连续两天夺得单场MVP 而且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不只拿到了慈媚的亲切毛巾 而且两个人还比了一个大爱情的合照 那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呢 算是让大家看得蛮开心的 整个新装爆装场都充满着粉红色的泡泡 谁说啦啦队没有办法激励球员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那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的东西赶快讲完了 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我们这边的部分 那这一集跟我们对有关的当然很多 都会怕嘛 然后还有就是比赛的状况嘛 还有一些好听的不好听的都会讲啦 我这边的习惯一向都是好听的放前面 比较不好听的放后面 那节目可能长头有点长 如果说你只想听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用对着时间手去拉就好 好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 要讲的是我们的球场居然有救起来 其实我在上一集的云士无语 我们特别讲说 我不太相信在开幕中那个惨况 经过两个礼拜可以救多少起来 但是被打脸了 那我很开心被打这种脸 那希望这个球队以后呢 这种脸经常多打都没有关系 球场有救起来 整个草况看起来 当然你要说跟全胜时期比一定是有差距 但是至少它是一个 看起来是可以比赛 然后不会被大家批评的状况 那还好这个球场有救起来 当然在这个媒体访问里面呢 其实球团这边也是有想说 考虑说是不是之后整件 要续用天然草皮 还是要改用人工草皮 都是讨论的方向 不过呢我这边的想法是 其实这个跟你用什么草皮 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如果你球场整件 不去动下面的排水 我套一句PTE上面讲的话 你只是把球场的草皮 从海草变成人工海草而已 那其实你说看起来是OK啦 那人工草皮看起来要凸很难 但是如果你下面草空不好 这个水排不掉 其实你查去都还是水啦 但如果说你真的把排水做起来 其实人工草皮或天然草皮之间的差异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啦 这是关于草皮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说这个穿透力扩散到各个领域 应该说新闻台绝对会报 而且报很多的关于这个多会 就是我们的今年的拉队外园 李多会来的一个消息 那我上次上一集也戏称这三场比赛 主场比赛叫做多会趴 那其实当然这也引起了很多球迷 或者是其他人的一些批评说 球团是不是行销拉拉队行销过度 不过老实说 如果你认真在看这整个行销过程的话 你说球团有没有多出一点力 当然有 但是球团多出了这个10%的力 那媒体一直报 他到后面就变成了100%的效果出来 有两家媒体在这几天 或者是在前几天 几乎都是一直不断重播的报 到底报李多会的新闻报到什么程度呢 我直接用一种方式来形容 就是他把李多会当成韩国瑜在报 这样讲大家应该就听懂了吧 那所以你要说球团有没有行销拉拉队过度 这个是也不是啦 我觉得就是看你要怎么去解读媒体 为了点语率 然后狂暴李多会这件事情 那我们回来多会本人 就李多会本人 那其实他从上周一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行程蛮大 他真的很像是来出差的 你看他从礼拜一到台湾之后 在台湾机场拍了一张 然后后面的每一天每天行程 在去吃小红包去酒分 然后后面就是跟我们家拉拉队佩克 开始做这三天比赛的应援的准备 那他在比赛前几天到桃园球场 跟几位Rocker 10 girls 就是等于先太大Rocker 10 girls 去过那些动作的状况呢 呃大家都是在看棒球 我用一种方式去形容他在练习的状况 就是说你看一个投手在丢牛棚 然后呢速度快 球威强 控球准 就是那种就是 投手在丢牛棚 然后就那种扑手 啪啪啪啪啪那种感觉 那李多慧他在这个 开赛之前几天在球场练习 就是跟大家对动作的那个影片啊 基本上就是速度快 力量够 顿点准 像我们这种 会看舞蹈 但是不懂舞蹈的人来说 都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强 那在4月14号这一天的 黑色情人节主题日 就礼拜五的主题日 就是他在终止拉拉队界的首秀 那这一场呢 如果你用拉拉队的一个视角来看 真的是灌溉云景 那不只说我们家的 Rocoran Girls出很多 而且还有其他球队的拉拉队 也都来野生见证 就我所看到的几位 包括富邦Angels的 维新卡卡 杰西跟乃希 然后Jagan Beelis 就沃泉龙Jagan Beelis的 星辰跟小应 那还有曾经在我们这一边 现在在中心兄弟 Patchian Sister的林可 以及曾经在我们这边 但是后来就先 就是现在没有在我们队上跳的 前拉密格尔斯巧柔 我看到就知道就这几位 还有报告说像这个篮球的部分 除了我们前面讲的富邦Angels 因为他们有跳篮球 那林可也有跳篮球 Patchian Sister嘛 他们有跳篮球 那像礼拜天的比赛 领航员那边也有好几位拉拉队 来看李多慧 那我看到这些别队的拉拉队 为了看李多慧 然后在观众席上被拍到 其实有一种那种就是 你知道以前我们在看网球 像那个四大赛啊 他们导播都会去 Cue观众席上去Cue那些名人 然后许奶人就会 看到谁就爆出谁的名字 这个人体名人辨识机 那像星辰跟小应 他们甚至就是坐到法相区 然后星辰甚至就是带着GoPro去录 李多慧他的动作 某个方面来讲 真的就很像同行来观摩 那其实呢 在我们桃園球场 当你有这个来宾 嘉宾来舞台同乐 或者是说 每一年在祭出 有一些新人进来的时候 通常呢 他们在舞台上的站位 会跟既有的成员 或者是学姐们 是不太一样的 通常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学姐会站在舞台的比较前排 然后让嘉宾或者是学妹 会站在舞台的后排 之所以会这样子安排 是因为嘉宾或者是学妹 他们对应援动作是不熟悉的 那你站在舞台比较后面的话 你左右或是稍微前面一点 有这个学姐可以带 那你比较快进入状况 不过就李多慧在4月14号出登板 这一天的状况来讲 他完全不需要任何一个人 站在他的鞋前方 他的位置跟其他学姐们是平行的 因为他的状况 他的能力 不需要去参考其他人的动作 你说偶尔跳错会有 但是他修正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在整个应援区上面的表现 在整个舞台上的表现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要速度有速度 要力道有力道 要顿点有顿点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有满满的活力 还有最重要的是 他非常的投入比赛状况 他不是那种 我刚进来 然后我看不懂棒球 我也不懂棒球 然后场内到底是上年还是出局 也搞不清楚的人 他不是那种 他是看得懂 而且是投入的 当打者把球打出去 然后他发现 就是他面对的球迷 会去关注场上的时候 他其实也会去看一下场上 然后会去帮场上的 打者跟跑者加油 这样的表现 你要讲专业 或是你要讲投入 都是可以的 而且 有一个必须要非常强调的事情是 他是一个没有参加春训的养将 我们家拉队呢 通常在开期前 会进行三天左右的春训 那就是学姐学妹 大家赶快把 今年的一些 不管是旧曲子 新曲子 球员应演曲全部都rego一遍 然后开始魔鬼的集训 开始大家赶快把这些动作记起来 那像今年的这几位 新加勒成员 他们在祭出的 嘉义线棒球场的自办热身赛 他们也是有上去做春训 就是球员在下面打春训比赛 那他们也在上面 就是类似做春训准备 这些过程都会完全都没有经历到 他能做的就只有 他在来台湾之前 他在韩国好几个月 他就是看着这些影片 然后在家里对着这些影片 然后去练动作 然后去比如说造的精神学动作 完全没有跟其他任何人磨合 但是他来之后马上就进入状况 4月14号这一天的表现 完全不像是一个第一次进到 乐天桃圆球场应援舞台的拉拉队 老实说这是一个会让其他拉拉队员 汗眼的表现 那你说多会来的第一天 就4月14号这一天的票房开出来是 7651人 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李多会的关系 所以增加了这个票房数字 我用简单的经验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们家在周五的主场票房 最好的部分 最好的状况应该是在2017 2018年左右 通常是在那个时候 那在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是308的前两年 尤其是特别是2017年 2017年是战绩票房双赢 那2017年的周五的票房 大概会有七字头 但是不见得会有到7500 所以周五4月14号这一场7651人 你要说有没有因为李多会 而多来一些人 这个确定一定会有 不过老实说 也就这一天的票房是 让大家特别惊艳 那礼拜六礼拜天的票房就 普普 那礼拜六甚至没有破万 当然这一次是小趴 因为礼拜六是循环永续趴 但是你要对比全盛时期的话 礼拜六至少会有万字头 但是这次就没有 那礼拜天也没有 所以你要说礼拜五 多会帮球场吸引了很多人进来 这是对的 但是你要说他只有一日行情 也是对的 那很多人对于在4月14号这一天的 所谓的万佛潮中的画面 有蛮多的 你要说惊艳也好 说屁屁也好了 但其实这样的画面 在乐天投与球场 偶尔都会发生过 并不是只有礼多会来才会这样子 会发生万佛潮中的状况有两种 一种是球团找来的很大咖的嘉宾 另外一种是球团找来的很厉害的拉拉队 我们先讲嘉宾的部分 嘉宾的部分其实就蛮多次的 像这个去年有找过武奸情 那武奸情他们在前段局数的时候 有一局在东区舞台 就是一壘侧的舞台应援的时候 基本上整个一壘侧也是万佛潮中 然后他们在三局有两位上小飞机 跟阿成一上小飞机 也就是说小飞机那个时候有三个人 那个小飞机几乎快飞不起来 那个时候也是万佛潮中 然后其他的一些比较大咖嘉宾也有 那像这个2018年的 就是腊连高趴的普吉良 釜山乐天巨人的拉拉队 那2019年的安之淮 这也是我记得三清四的拉拉队 他们来的时候也是稍微有万佛潮中 不过他们是身份上是嘉宾 所以这个就跟其他嘉宾一样 其实这种镜头是蛮正常的 那你说为了一个拉拉队万佛潮中 这件事情比多威也不是第一次 我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在上一次这种状况最明显的就是 是2019年从UniGross转来我们家LamiGross的Uri 他在2019年的主场开幕战 也是那天中指的开幕战 基本上他人在哪一边 你就觉得整个球场的重心就偏到那边去 就球场就空腳翘 那他在一到三局的时候在一垒测 然后在中场跟后半局数的时候在三垒测 就是万佛潮中也是一样的状况 那甚至在赛后 因为那天是赢球 所以在赛后MVP班完之后 然后请这个拉拉队员自我介绍的时候 他讲话的换呼声也非常非常高 请注意那个时候是已经比赛结束了 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 很多人批评万佛潮中这件事情 但是这些人进场真的只是来看李多慧吗 或是2019年主场的万佛潮中真的只是来看Uri吗 像4月14号就是多慧怕不是啊 黑色情人节这一天 那李多慧他的进应援的安排他是在一到三局是在三垒测就西区舞台 然后中场跟七到九局是在东区也就是一垒测的舞台 当然他人在哪一边哪一边就万佛潮中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他人在西区的时候 东区的球迷在干嘛 还不就是在看球吗 当他五局跟后半局处在东区的时候 西区的球迷在干嘛 也是在看球啊 我那一天进场 因为这一天我有进场 那我的位置在西区 基本上我在中间 比如说在西区 走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啊 其实你还是看到 当然第一个球迷进场很多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里面也是蛮多有穿球衣的人 不管是Lamico时代的球衣 还是Rakuten时代的球衣 反正就是你看这个球衣就知道 他们本来就是球迷 那这些球迷 他们当然可能因为多会 所以去买这一天的比赛的门票 进场观赛 但是他们本身也是球迷的身份 当多会不在这一边 或者是多会离他很远的时候 该应援的 该出声的 该跳呛子的 不是还是在照做吗 观众席上的人 当然也是有为了多会慕名而来的 这个一定有嘛 新闻都吵那么大了 但是呢 除了这些之外 也是有本来就持续进场的 还有他本来就是球迷 他没有那么长进场 但是这一天久违的进场的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 拉拉队迷跟棒球本子迷 并不是二分法 很多人其实他两边都会看 今天因为一个万佛潮中 就把这些也会看棒球的球迷 打成拉拉队迷 其实也不太对 被你归类成拉拉队迷的人 也有可能 因为球队战机不好而不进场 所以很多事情 说实在话 炮哥啦 妹妹啦 迷妹啦 然后来吃吃喝喝的 或者是真的本子看球的 或者是只是要来跳应援的 甚至只是要来跳呛子 甚至只是要来看某一些球员的 其实都没有那么二分法 那球队安排的拉拉队就是要来帮球员应援 应援的本子就是要带动球迷帮球队加油 帮球员加油 李多慧他来这三天他是有顾到这个本子的哦 那像在赛前几天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有问说 热点桃园队的球员哪一个他最有印象 他的回答是陈冠宇 因为他喜欢圈圈待救补的这个出场乐 那在这三天里面也有遇到陈冠宇出赛的时间 在现场的转播摄影机拍到多会的时候 他也是就是很认真的 就随着这个圈圈待救补的应援 在去律动他的身体 我不去论说他回答陈冠宇是基于一个场面化 或是说是真诚 但是该做的动作他有做 要不就是真诚要不就是专业哦 讲到这里进入上周的战报 上周四场比赛第一场是4月13号这天课场 去新装面对富邦汉将 今年赛程的安排就是我们在赛季前段 一直遇到很多次的富邦汉将 不管是主场或是客场 那这一场最终我们是9比3赢球 那我们的万丈光芒宋家祥在这一场敲出他的生涯 就是中职的生涯守红 而且单场有三次安打 还有三分的打点 那他基本上在开机以来状况非常的好 在到这场比赛为止的六次出赛 每一次出赛都有安打 而且其中有两场比赛 单场有三安猛打赏的表现 那他在这一次的 在这场比赛打了三分的打点 就是包括一发全力打还有一支二雷打 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 生涯首度获选的单场MVP 再次提醒大家一下 只要我们队的比赛是合局或是赢球 我们家的球员拿到单场MVP的时候 球团就会发售单场MVP的限定商品 请大家不要眼里只有啦啦队的商品 然后再说都没有发售球员商品 OK 那这场的先发投手是移动成爬霍尔嘛 他这场OK啦 就是六局被打五安吃一分 那也投出了六次的三振 那后面的局数就是有圈圈苏俊章 还有前前代救补 还有邱俊卫把这个比赛给吃完 然后呢 这个就是上周唯一赢球的一场啦 好那隔天4月14号到4月16号 五六至三天呢 就是我们主场的都会怕 不是啊 是这个主场的比赛 那在4月14号这一天的主题是黑色情人节 呃基本上球员就是正常的主场球员 但是在场边的ROCKO TEN GOES 他们就是穿着一个全黑黑白 只有黑白的这个衣服去应援 其实这件衣服还蛮好看的啦 就是一个单色的配色 而且连赞助商的颜色都变成了单色 那这一场呢 呃 魏权龙以8比3击败我们家乐天桃圆 那我们家先发投手威达尔 在前面其实就状况很多就不太稳啦 但是他还是吃完他应该吃的局数哦 他先发6局用了97球 失了4分只有2分的折制分 但是包括一个失误是他自己所造成的啦 那我们在这场比赛总共打了10战打 但是10战打里面呢 阿文阿富跟邱丹就是各占两只哦 那整场比赛打了3次的双杀打 这样是要怎么样大量得分 而且其实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次很辛苦的把分数打进来 马上过半局换场就花光光哦 那这场呢必须要这个称赞魏权龙的刘四号 就是小叮当aka机器猫男 不是猫男是机器猫男 那小叮当这次很拼哦 他在这场比赛总共4-4 而且他其中还之内也安打 而且他好像是其实打出去之后 脚已经不太舒服 他还是很撑哦 那拼占精神值的鼓励 那这场呢也要恭喜林志胜 他打成他的生涯第1200分打点 其实他在后半段有个打席 打出去的时候真的很像要300红了 那球飞出去的时候啊 我附近的球迷都在喊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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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这一天我的位置不是我做法奖区 所以不要再说大家对米不看球 反正大家在喊300300300 但是最后面呢被沉浸算是一个很漂亮的截杀 所以就没有在这一场发生 每月斗内254 大叔野球有意思 月月赞助254 台湾棒球有好事 大叔野球543 跟543周会谈的赞助计划已经在 折折木制上开跑咯 您可以在折折木制上选择您所喜爱的方案 不同的方案在不同期间都会有不同的赠品哦 隔天继续是多会趴不是啊 隔天呃应该说4月15 16号这两天是循环永续趴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跟呃 台湾市政府合作的一个节日呢 希望大家就是多做一些环保的一些举措啦 以循环代替抛弃 不过这一场呢 多会的一日行情也可以啦 那这一场比赛呢 这个帐篇上虽然我们只输一分 但事实上从头到尾都被压着打 其实也不只这一场 在上周的五六日这三连战 对卫熊龙三连战 我们从头到尾都被压着打 比赛开始之后我们就没有领先过 不要说没有领先 连追评都没有 那在这场比赛呢 我们在四局下是有所掌握啊 就是我们的阿富跟邱丹 在打安打上哪之后 钢隆先抱头送一分 然后呢万丈光芒宋家翔 再敲安打再添一分 我们在这场比赛 四局下结束 比数变成五比二 我们落后三分 然后在六局下的时候呢 邱丹再交出了单场的第三支安打 那这个陈薇再补上二连安打 把邱丹送回来 这样比分呢变成了五比三 我们落后两分 在九局下最后的反攻机会 邻丹先选到保送 那后面呢 靠着推进还有阿魂的高飞丹丹打 把比分追成了五比四 只输一分 不过老实说啦 虽然说追到一分差 但是这个高飞丹丹也让雷包清空 那最后 龙队就是五比四一分迎球 看似险胜 但其实 从头到尾帮我们压着打 那这场呢 我们的前方投的老虎呢 再次遇到的问题 因为他其实在上一场先发 第一局就用了大概三十颗球左右 那在这一场 状况还是很多 他一局就用了三十八颗球 那还是一样 就是等于说靠他的经验 去把后面该次的局数吃掉 总共丢了五局用了一百零九球 那失了五分的则失分 比较往好处想就是说 后面四局我们家的后面投手都没有在掉分 其实这个顺便讲一下 他就是说在上周的比赛 好像几位WBC的先发投手 先发组的投手都遇到蛮多的问题 包括说我们家老虎皇子鹏 那包括说这个月月城市鹏 然后包括说江绍庆 还有胡志伟 那像江绍庆账面成绩是不错啦 不过我朋友在现场看 他就觉得赵青也是投的兜兜的啦 唯一一个状况比较好的是吴哲源 不过其实他在WBC不是先发组 然后呢他在开季之后的成绩都不错 但是他的薪水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敲定哦 好这个扯的有点远 那回来这场比赛 那这场比赛我们家的安打其实不少 总共打了十四只 那其中呢 陈静跟邱丹各打了三只 阿伯恩跟宋大祥各打了两只 然后这一场也要恭喜陈静 他达成他的生涯两百安在三局下的时候 好那多会 啊不是永续循环趴的最后一场 4月16号礼拜天 下午两点热得要命的比赛 这一场最终比出呢 魏青龙4比0 很少热天导园 那这一场呢 因为五场的比赛 然后天气可能就真的很热 所以总共只有7742人进场 不要再说都是啦啦队迷了 这种天气 李多会在舞台上晒的太阳 但是进场人数就是这么少 不过这7742人倒是 非常幸运的亲眼见证到了大师兄林志胜的生涯三百轰 中职的全新里程碑 好那这场比赛呢 其实在比赛内容 基本上在前中半段几乎就是一个投手战 我那天其实没有进场 因为我有些事情出去 但是其实我就边开车 然后边打开转播当做那个广播在听 因为开车你要看路 但是整个这个转播的音量 你就觉得这个如果我在家里看 这场比赛的前半段 我可能会看到睡着 就整个过得都很闷啦 那双方的进攻也有 但是更多的是美技 那在三局上的时候 我们家的右爱手曾经有一个 nice play 他先接杀 然后再起身存本蕾 守住了本蕾可能丢的第一分 就是把真传生 就是让他没有办法回本蕾 那到了三局下 这个真传生马上就回以颜色 他在三局下也是一个nice play 去抓到第三个出局数 也让我们三蕾跑 本蕾的那一分没有办法算 那卫权龙在 过了五局之后 他们在六局得了一分 在八局上 在靠着林志胜的三分炮 aka中止生亚三百轰 就算是把比赛给一阴定锤 如果说你看前面的得分状况 你会觉得为什么一个 0比0的投手上打五局 居然要一个半小时 那其实这除了安打之外 还有很多的就是一些保送啦 那我们在这场比赛呢 打了五只安打 但是有六次的四坏球 也就是说至少11次的上来 理论上应该是大有可为 但是五只安打里面有三只 都是林立打的 就是其他人就挤不出来 那再加上这场比赛 我们打了两次的双杀 守备的部分呢 也有三次的失误 所以要赢也是有点难啦 那先发投手是陈翁文 那陈翁文在这场先发的五点一局 用了85球 没有任何三阵 但是也投出了两次的保兽 那一分则失分 魏权龙的四分 除了后面三分是大师兄的拳打之外 那前面第一分是六局上 激烤的高飞牺牲打 那这个三百轰的部分啊 其实有一些 你要算说是可以讨论吗 也可以 因为其实在 面对林志胜这个打击 林志胜是上来带打 那其实他上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的投手是 千千代救补 成全代救补呢 其实他对林志胜的压制力也算很好 但是我们这边的教练团看到 林志胜上来打那马上就把全程换成了豪劲 浅程那时候其实是有点一脸疑惑 当然如果说你要用数据来看的话 豪劲对林志胜的压制力是更好 但是你换了豪劲被敲了全力打 那这样的调度呢就一定会被讨论 那总结一下上周这四场 那四场比赛一胜三败 场均得分四分 场均失分五分 在打击的部分呢 如果你要看 就是打击三围的话 当然我们是有增有减 然后像这个打击率有进步 然后上来率稍微退步 长达率稍微退步 看起来应该好像还好 但是重点是 其他球队的打击活力是有更多的进步 所以在五队的成绩比较起来 我们的OPS PLUS就从一开季的136.4 推步到上周的91.9 五队里面的第四名 至于投手的团队成绩 其实比开季是稍微有好一点点 那我们在上周的EIA PLUS 五队相比是99 基本上就是一个中间值 那在五队里面就是排名第三 不过就是因为打线跟其他对比相对残弱 所以就胜多败少 那么在个人成绩的部分 我们先看打者的成绩 在OPS PLUS以四场比赛 每场比赛三个PA 所以总共12个PA以上的筛选条件来看的话 OPS PLUS表现最高的是 宋嘉祥的187.4 接下来是林逆的179.8 陈辰威的137.6 邱丹的109.0 就只有这四位在联盟的平均值以上 那全队打安打最多的是林逆的7支 宋嘉祥 邱丹 郭炎文的6支 曾经了5支 廖建復跟陈辰威也有4支的表现 如果用场均一安的标准来看的话 那就是这几位有打超标准 那在场打的部分 二雷安打的部分 陈辰威跟林逆都打了两支 朱玉贤 林辰飞 宋嘉祥跟郭炎文 各打了一支 那全A打的部分的话 全队只有一支全A打 就是宋嘉祥打的 不禁想要让我打断一下 整个节目的节奏 上个礼拜全队表现最好的两个人 一个叫宋嘉祥 一个叫李多慧 请问各位学长学姐们 你们的能见度在哪里 好 就这样子 投手的部分 四位先发投手 至少都有吃到5局 就是胜败一回事 但是他没有吃完他们的责任局数 那在后援投手的部分 比较辛苦的就是 陈冠宇跟苏俊章各投了三局 邱俊威投了2.1局 陈子军1.2局 徐俊阳1.2局 豪俊一局 王毅正跟张子轩不到一局 但是如果要用球数来看的话 比较辛苦的是 邱俊威跟陈冠宇的52球 接下来就是徐俊阳的42球 苏俊章的34球 其他的后援投手呢 上周初赛的用球数都不到20球 另外顺便报一下 就是我们队上比较优秀的几位选手 防御率呢 现在威达1.37是联盟第三名 然后圣头的部分 威达的两胜是联盟的第二名 或也是两胜 就是并列联盟第二名 救援成功的话 豪俊是两次救援成功 是第四名 中继成功的话 苏俊章三次的中继成功是第二名 三振的次数 威达是17次是第二名 那在打击的部分呢 打击率第二名是宋教祥4乘12 安打的话呢 我们家宋教祥是14分安打 是联盟第五名 全力打的部分呢 廖建復两支是联盟第二名 打点的部分呢 林宏玉的7分打点是联盟的第四名 那在道磊的部分呢 林立的两次道磊是联盟的第二名 联盟第五名 我只好变之王 为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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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变的光明映 嘿 接下来是 算是闲聊的部分吗 算吧 但是这一周的闲聊 基本上都还是跟我们宗旨有关 跟我们家球队有关 那首先还是要先恭喜林志胜 达成了生涯的三百轰 那当然大家要知道林志胜是我们从这边球队开始发迹的嘛 那后来也是成绩越打越好 当然就是跟球队之间跟教人之间一些相处的认知 那后来呢在2016年他就离开我们球队 那先去了中信兄弟 那现在在卫泉龙 那其实他的全力打之旅啊 到了最近这几年啊 像他这个凭了张泰山的289轰呢 也是给我们重伤害 那是2021年的算是倒数机场比赛 那那一次他的那一发289轰除了对他自己很重要之外 其实呢那一发也算是帮助中信兄弟取得了 这个到目前为止2087点 因为在2021年的球季尾端 其实跟大家讲一下 在2021跟22这三个球季都遇到 还有包括节点啊 其实开季都比之前的晚 因为以前的中止开季就大概三月中 那2020年因为遇到COVID-19 所以就延后开季那2021年中间也遇到停赛 就停了大概八个礼拜左右吧 那所以2021年的球季到很后面才结束 那那个时候其实在球季力行赛尾端呢 在正常来讲已经是秋训或是休息的时候了 那所以在五队里面的其中四队那个时候的状态都很糟 那只有一队就是2021年一军第一年的魏群联农 孝脸狼跟我们在两起来捆 所以他们在季末的状况很好 就是那种被大家讲说 其实应该要他去打季后赛才对吧 怎么会是这个同一师跟中信兄弟状态都很糟 那这两队在季末的状况就是让大家很怀疑 但是结果呢 孔一师来不及触底反弹 但是中信兄弟先触底反弹 那他的触底反弹就包括林志胜在最后几场的289轰 那那一轰其实很重要 但是即使林志胜在兄弟打到了289轰 那隔年兄弟仍然没有把他放在球队蓝图 所以他2022年就加盟了卫圈龙 然后在开机没多久就打到了290轰 那在去年2022年就从289轰打了10轰 变299轰 所以今年的第一轰就是300轰 开机之后大家也都很期待说 到底这一发会是在哪里出现 什么时候出现 没有想到就在4月16号 在我们家的主场 在热店团队帮球场打出来 那也恭喜他 那他打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在场 但是我所知就是 真的就是全场帮他鼓掌欢呼 就即使已经不是我们队的球员 即使甚至你要真的讲2015年 他跟我们家离开是 有一点点不欢和善 甚至后来跟球迷也不是很愉快 但是基本上毕竟这个都试过境迁 然后球员本身 林志胜他后面的这个处事态度 其实也有很大的转变 那也是一个很努力很认真的选手 那达成这样的生涯里程度 当然就是我们应该给他的鼓掌跟喝彩 都是要的 那甚至顺便带一下 因为大家都说拉队就是指应援不堪棒球 其实林志胜在那天打出300轰的时候 我们家的拉队坐在位置上也是有一些鼓掌的 那比较在状况外的应该就是李多慧 李多慧他那时候坐在舞台上大概有点疑惑 为什么连主场球迷都要为这发圈一打鼓掌 那那一天带他是飞飞 那飞飞其实就在旁边就是比手画脚跟他说 这个是300轰 总之呢就是恭喜林志胜 那即使我在录音的这一天 他的那个8300块的这个公仔 在上架两分钟之内就卖完了 我没有买到 我还是要恭喜他 那回来我们自家球队的部分 那我前面有讲过这一part就是 不好听的都在这边 所以请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 球队到目前为止的主场战绩 其实打了两个多礼拜 现在五支球队基本上有一点算是回到原点 因为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胜差 只有一场 我们现在是第一名 然后垫底的是统一师跟中西兄弟 但是随便一场比赛整个排名都会大翻转 那有一个东西还是不得不提 其实在去年 2022年11月22号 原始物与第77集 剥落了桃圆魂里面 我就特别有讲过 其实主场的战绩 对于球迷 对这间球队的满意度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那以2023年到目前为止的状况来讲的话 主场战绩表现最好是同一师 你看一下现在是有点残弱 老实说是有点残弱 可是呢 他的主场是四胜一败 客场是四场全败 但是这个主场的四胜一败 对于愿意支持同一师进场的主场球员来讲 他每次进主场看球 比赛结束之后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因为赢球的机会是蛮高的 那反过来讲就是我们家 六点桃源 我们目前为止在客场 哇真的是秋风扫漏夜 五胜一败 这个胜率非常非常之高 但是在主场打了四场比赛 一胜难求 目前是零胜一合三败 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带着满心欢喜 然后不管你是要看多会 还是说是希望这个来体验气氛 还是说你是真的要帮球队加油 你带着这样的期待进来 然后你看到输球 你对球队会满意吗 我们不要说什么交通很方便 每时间很好吃 拉队很专业 球赛本身即使球员的细节做得再好 比如说你像这个曾经有nice play 或是说威达尔跟黄子鹏 即使在遇到很多的状况 他们还是能吃完 他们该有的先发局数 在输球的结果之下 这些东西都会被忽略 然后呢 球迷就会对球队 对球团有很多的不满 就看到什么就骂什么 这个很容易发生 你像去年大家骂的钥匙 什么全年第一 还是大家骂的钥匙 我们先不管这个台湾大赛被直落室 去年下半季 你说全年第一没有用啊 因为主场输成这样子 客场打的比主场好 大家就是会骂 你说客场打的很好吗 毕竟热点档还是一个 在地比较多的一个球队的 球迷的分布 所以并不是那么多人会愿意去新装天母 洲际台南 除了你地基柱还可以摆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好 接下来就是 更多批评的部分 这次的李多会来 我对李多会不是批评 我对李多会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称赞 因为他真的是行程满档 然后你看他整个的流程 施行排很满 然后每一场都很有活力 然后非常专业的表现 这个东西都是非常需要称赞 但是我称赞是针对多会 那我们球团队于多会 你可以高规格 但是你不能超规格 什么叫做高规格 什么叫超规格 他是你算是重金礼聘来的 那他对洋将 你可以高规格的去对待他 给他多一点点这个宣传 OK 我觉得OK啦多一点点 不是 你去看球团所发布的新闻稿 基本上他就是真的 就是多一点点的宣传 只是媒体的疯狂报导 会让这个宣传直接多一倍 但我要讲的高规格 跟超规格的部分是 既然他的身份是你请来的 那他就应该是做你拉队做的事情 三局结束上小飞机 那个叫做嘉宾的事情 你之前请普吉良 请安智欢来 他们是嘉宾 他们不是Rakuten Girls 他们上小飞机OK 可是你李多惠 事实上在名义上 他是Rakuten Girls的其中一员 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待遇 那他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待遇 好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感想就是 领队这件事 你好意思自己讲出来 整个乐天桃园的拉队系统 其实从一开始之前的 Rakuten Girls到Rakuten Girls 到现在的Rakuten Girls 其实整个负责这个 算是这个部门的就是 颇伟青嘛 不管他之前是副领队 或者现在是领队 这个部分是他 我相信是他工作市场上面 非常满意的一个部分 非常得意的一个成就 但是你现在身份是领队 就算拉拉队部门 现在还是你主导 领队要有领队 应该要有的样子跟高度 我就当作或许 这个球员站立的补强 然后新人的训练 选秀 还有这个球队的策略 你都也深入其中 而且去主导 我就认定你都主导了 但是你只要拉队的场合 都跑去出现 大家的印象就留在 拉拉队身上 那人家就会一直骂 你只顾拉拉队 那你都会来这几天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球团对于 人员的控管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被检讨的 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 都会来 因为他在拉拉队界 也算是一个标杆 所以很多我们终止 其他队拉拉队 他们会为了都会跑来看现场 我觉得这个都OK 那我们也都知道 球团在球场里面 其实偶尔会有一些 比如说员工票 郡署票 或是VIP 在这个法上去 会有一些保留期 甚至让他们做 这个跟拉拉队同一排 所以有一些 目前不是我们 现役拉拉队的成员 他们去坐那边 被安排去坐那边 我觉得这个也都 无可厚非 但是这几位 你们跟李多会没有同队过 你们跟李多会没有私交 你们也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需要进这个工作人员区去采访 或怎么样 然后呢 你们跑去跟他合照 这样是OK的吗 我觉得李多会应该个性还不错 然后也有可能他也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要来合照就来者不拒 但是这样的场内空管是对的吗 那这个拉拉队的部分 其实那几天我一位朋友 一样在看起来的朋友 他一个形容词 我觉得蛮贴切的 就是这次李多会来 就很像在一堆鱼群里面 放了一只螃蟹 然后呢 这些本来很悠哉的鱼 突然看到这只螃蟹之后 就紧张了起来 每一个人都开始 非常的认真的活动 那用一句 比较夸张的讲法来讲 其实当李多会 还有Rocker & Girls的学姐们 还有Rocker & Girls的学妹们 在台上同台的时候 一开始你会觉得 连这个舞台这么短 是不是上面都有时差 那当然到后面几天 可能这个其他的Rocker & Girls 也开始有点危机意识 先撇开 好像大家都只看 李多会突然大家都被冷落这件事情 那他们可能也开始有点危机意识 在舞蹈的部分 突然就变认真了一点 但是非得要人家在你们才会这么认真吗 我们家的应援曲 确实本来就很多 要上手很难 但是你看李多会在这三天的表现 老实说啦 这三天 我们撇开球员应援曲这个部分 因为球员谁要上谁 那个是教练团决定 但是局间曲这个部分是现场的音控可以决定的 那这三天音控选的曲子 他们选了很多首曲子 选到我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算是在考验李多会 但是不管哪一首他都可以很快的上手 除了先天挑战之外 我看到更多的是敬业态度 那你们加油一下 那说到这个音控 就要特别提一下 4月16号在七局结束这个时候 那拉队在舞台上庆生 然后音控就放了生日快乐歌 其实这件事情行之有年 那在完场的比赛甚至还会放烟火 但是这几年看下来老师说 我对这样的举动越来越有意见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pocket 其实算是对那拉队相对友善的 因为我们在每次人家讲说 什么拉队怎样 我们都会帮人解释说 没有啊他们也是帮球队赚钱 他们也是很认真啊 他们也是有在投入比赛啊 但是这件事情 在帮拉队庆生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不得不说 因为你拉队在这个球场 在球赛期间存在的意义就是 带动球迷帮球队加油 帮球员应援 在这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你要对球迷比一些小爱心啊 给一些镜头 我觉得这个都OK 但是帮自己拉队远庆生 并不是你这个工作时间 应该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要帮拉队庆生 那我想请问你球团 场上的教练跟球员 你要不要帮他们庆生 接下来普尔西领队的生日 要不要帮他庆生 再来富董川田喜折的生日 要不要帮他庆生 最后请问你 Rockerton集团的老板 三木谷浩时生日的那一天 你要不要帮他庆生 你比赛前或是比赛结束后 你要去帮拉队做这些活动 我觉得都OK 但是从Playboard到Gameset中间 麻烦你们搞清楚工作的分寸 坦白说啦 最近对乐天台湾的不满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但是时间太长 我们这集就先不谈 最后呢 是本周的赛程 本周的无常比赛 通通在客场 其中4月18、19号两天 去周际面对中信兄弟 4月21、22、23 这三天去台南面对统医师 本周有机会达到的记录 是这个 夺三镇 对时的14200次三镇 因为目前是14188 就差12次 这个应该有机会 然后 球员的部分 那飞刀差两局 就生涯局数750 那黄子鹏呢 差不到五局 就是生涯头球500局 乡长呢 差七局 然后 数据张一个有机会 数据张差不到六局 就是生涯头球100局 小猪、朱俊祥 差两次 就生涯250K 好 那就希望球队继续加油 那这一个礼拜 确定不会有李多慧 也希望下一集的 原事物语 在回顾球员表现的时候 除了宋教祥之外 其他的球员也有好表现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集的原事物语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后期公众 在前回稍微跟拜拜